我們來看一下11點 氣象局所發布的這個颱風警報 可以看到目前這個颱風 就在宜蘭的外海 大概只有70公里左右 它的暴風圈 還在對台灣的陸地 都是有威脅的 另外就是台灣附近的海面 也都在這一個 它的這個暴風的範圍之內 所以目前氣象局 除了這一個陸地上的 陸上警報以外 海面上在台灣附近各海面 也是海上警報的警戒範圍 所以航行船隻要注意 在陸地上還是要注意防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颱風 它目前從衛星印度上面 可以看到它的結構 颱風眼還是相當的清晰 那既然在台灣陸地 已經走了這麼長一段時間 為什麼颱風的中心還可以維持的 結構這麼好呢 主要就是說它離陸地有一段距離 它一直都是在海面上 所以沒有受到很大的破壞 所以結構還是維持著 那如果說我們從雷達揮波 更可以看到更清楚的這個現象 這個颱風眼還是維持著 那由於它的這個雨帶 一波一波的進來 所以在北台灣這一帶的雨 就跟東北部這一帶的雨是最多的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中部南部 因為西風跟西北風進來以後 所強迫出來的對流也開始有了 所以我們說在西方部的雨是等颱風 差不多走到宜蘭這附近的時候 它也要開始了 所以下午以後 這個中南部也會下雨 只是說也有風也有雨 但是只是相對於 這個颱風附近的這一個範圍內 它還算是比較輕微一點 但是在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這個東南部這一帶 已經轉乾了 因為這個護國神山的背風面 所以它很快的天氣就很 會變得很熱 甚至有風風的現象出現 這個東南部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目前為止 在今天所下的雨 就是因為颱風還在這一帶走 所以雨主要是在這一帶 但是下午過後雨就會轉過來了 那今天最大的雨在南澳 一百三十七 那風力從這個颱風一開始 因為它有在昨天晚上很接近這個藍雨 所以就觀測到17級的強陣風 甚至於比當時這個颱風中心的陣風還要強 這主要是因為藍雨 還有一些地形的效應 使得出現這種狀況 這個是在過去也常常發生 不要覺得太意外 那其他地區大部分都還好 因為颱風的這個能量比較集中 所以其他地方的這個陣風 大概都是只有八九級而已 不過在今天接下去的話就要注意了 因為它在東北角這一帶是比較接近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定量降雨預報就是顯示出來 未來的雨 北台灣會下的比較久比較強 那中南部在下午過後 也會比較明顯的降雨 而且山區的雨會比較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傾向局所預估的這一個雨量 大約就是最大的就是在這個東北部的山區 大概會有六百毫米左右 那中部以北的這個山區也大概有四五百 那南邊的這個山區稍微少一點 也有兩百左右 那所以這樣子的降雨在短時間下下來 還是要注意防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風力的預報 那今天下午應該是它風力最大的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從新北一直到宜蘭這一帶 都是在最強的一段時間 但是華蓮跟台東風力已經開始在減弱了 因為它在山的被封面 那到了晚上 這一個風力 就北部算是最大 在北部這一帶 新北 宜蘭 不過也可以看到風力開始轉小 這表示颱風快要脫離了 所以下半夜 這個颱風就會開始往外走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颱風大概影響主要就是 今天目前算是最強的 到了晚上 還維持一段時間 到了下半夜 就要開始減小了 那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看看這個颱風情報是很有可能 在晚 晚前比較晚的 或者是下半夜 陸地的警報就有渴望解除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